哈喽大家好我是细看海贼大王 今天是海贼视频鉴定第一期 能力者可能永远无法到达最终之岛 这位慢剪的兄弟呢 把小八级和石夫人生病的画面呢 放到了一起 说这个能力者可能永远登不上最终之岛 哎八级呀是大神啊 这不好说 但这里啊把石夫人放出来了 明显是错的 因为石夫人呢 距离最终之岛啊还远着呢 当他生病时呢 罗杰啊玉田呢一传人正好是要回和之国 拿历史证文的藤本 所以呀就让这个石夫人呢 桃子啊日和啊猫狗啊 留在了和之国 后来呢 罗杰玉田又去了一趟左屋啊 抓了个小包子头 见到了最后一块红色历史证文 然后才定位最终之岛 找到了one piece 所以呀上不了最终之岛 哎和我石夫人有什么关系呢 抓捕周树人 跟我鲁迅有什么关系 当时乍一看山志这个字幕啊 我愣了一下 然后回头一翻呢 竟然发现啊 是真的 哎这个聊这个 那咱就不困了 其实那美的赛子啊 我一天公布过三次啊 分别是东海片 司法岛片和两年后 哎具体的数据呢 放下面了啊 一同公布的 还有罗宾呢 不过这个才两年时间啊 这个得得值啊 真的是啊 这位老兄啊 又混捡了一段 德雷克和罗啊 说是又一大伏笔 哎 确实啊 这一段很妙 但是啊 很多兄弟挨托 表示哎 没看懂啊 那我呀 来把门弄斧 简单说明一下 克拉松抢了手术果实 硬塞进了罗的嘴里 而被抢的这位呢 就是小德雷克的父亲啊 是个当了海贼的原海军将校 然后明格找到他时啊 发现果实已经被克拉松抢了先 就立即释放鸟龙 封锁整个岛 但就在鸟龙降临前两秒 小德雷克已经跑到了鸟龙外面 很快啊 就到了附近的军舰上 获救了 而与此同时 明格正在质问克拉松 施了手术果施了罗哪去了 克拉松撒谎说呀 早跑到鸟龙外面去了 估计都到军舰上了 而这时候明格的手下也说啊 确实刚才结获了一段海军的通信 说啊 保护了一个少年 于是多重巧合之下 大家都以为啊 被海军保护的那个人呢 是罗 就连明格自己呢 也没算到 其实啊 海军保护的少年呢 不是罗 而是德雷克 而罗呢 就在克拉松身后的箱子里 所以说呀 那几话有个标题啊 叫命运之岛 米尼翁 指的呢 不仅是克拉松啊 明格啊 罗的纠缠 还有德雷克和罗命运的相会 甚至后来呢 罗刚逃到这个岛旁边的小镇 就遇到了两个人呢 再欺负一头白熊 而这两人一熊啊 就是后来罗团的下棋佩金和贝波 而他们在和之国呢 也再次遇到了德雷克 好家伙啊 这可能就叫命运吧 所以罗才一直苦苦探索地 在探索他多传命运的背后 到底意味如何 罗杰从最终至早回来呢 红发他俩啊 说了两句话 然后红发哇哇之哭啊 这个视频里啊 编了多字幕说你的身世啊 如何如何 其实啊 罗杰说了什么呀 根本就没有画出来 你目前看到的一切呀 都是粉丝编的 不过评论区有一句话呀 属实是老太的 专备 我给爷整乐了 他说呀 这个罗杰对红发说的是啊 你爸是萨卡司机 最后啊说下索隆他爷爷啊 已经有七八个视频说啊 这个龙马是索隆的爷爷 或者说呢 索隆是龙马的孙子啊 有一些篡改字幕的啊 不发几十万的赞 其实啊 除非是穿越了啊 否则这个子孙关系啊 是不可能的 最直接的一点证据啊 就是龙马几百年前呢 就死了 你要说索隆是龙马的子孙啊 或许还说得过去啊 但是孙子 哎 还是算了吧 好了 如果大家刷到哪不准的视频 就关爱的我那么 刷完了 我们下期见 古的白 拜拜